我们现在给大家讲一下安全,安全这个东西,就是IT,我觉得叫IT security,大家有时候叫cyber security,其实都是一个意思, 然后和它的职场机会,我为什么给大家讲这个东西,因为前一段我也给大家分享,IT安全, 其实我在离开微软之前,我就知道这是个巨大的领域,因为什么呢?我在微软的时候有一个团队做IT的security平台的, 现在大家在那个云上的用的claim based的这种authentification authorization基于微软的,就是我团队做的,我团队和美国团队做的,我离开微软没有什么特别的障碍, 但是有一点我得给我给大家签了一年的一个协议,我不能从事在一年之内不能从事这个安全领域相关的工作,就是给大家签的,他给我一点补偿,才是这样的是吧, 所以说但是那时候我就知道这个领域是很厉害的,其实我就一直在做, 以前我对这个领域了解的好,谈的少,因为有这样一个限制是吧,但实际上这一直在找到我,前一段我跟大家分享的那个,我在多伦多认识的是吧, 他在这个现在在香港做,他就做安全的,工资很高很高,他是做那个soc的security operation center,包括那个save,是吧,所以说这些东西,而且最近就还有猎头来找到我, 有三次都是做云上面的安全的职位的,就senior的cloud security architect,都是这样的一个位置,所以安全实际上其实大家都知道,但是我问了很多朋友, 大家都说安全很热很火,不得了,没有安全啥都没有,但你问他什么是安全,他没有一个完整的概念,实际上安全是这样的,现在我那天还在看啊,就安全,现在大家有几个维度的战争,人类的战争,以前是是吧,以前是陆战,海战,后来到空战,还有一种战争,到太空,是吧,四个维度,四个斗闷的战争, 那现在其实,现在大家都认同第五个维度,计算机的战争,网络的战争,所以实际上是五维的,战争是五个维度的,那那些战争,我们是在竞争,竞赛,是不是, 然后我们想站到占领制高点,我们发展我们的科技,然后建立了我们的这个装备,但是有一个战争,每时每刻都存在,就是IT的战争, Cyber的战争,Cyber Secure的战争,每时每刻都在存在,每时每刻都在打,那个我在微软的时候,因为那个我在做那个安全平台嘛,所以跟微软的这个就Secure团队很非常close,非常紧密,那个微软的Secure团队就是我们谈的实时的对那个网络实践性监控, 包括那个Risk Management团队大概有500人,实时的,7成24小时的在工作,全球,那么我们的网络事件,就是网络事件一秒钟是4万次,你可以想象了,然后它产生的数据,半小时是三个T, 所以说你就可以想象,到T这个概念对大家都是宏大无比了,但它半小时是三个T,所以说这个战争是一个隐形的战争,但是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的, 而且一旦你失手,损失巨大,直接就是钱,是吧,那个你看我们,我们其实这个战争层面很多很多,其实国家跟国家也同样在战争,你看那个就是我大概查了,因为已经给大家讲课, 2015年第一个最大的网络事件,就是美国的联邦政府的消息泄露事件,一共是1920万的用户的资料泄露,那是谁来hack他的?中国,这都是公开的,因为hack来自中国,黑客来自中国,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泄露事件,所以说美国也在,但是这是,你说是中国政府出面的吗? 显然不是,但是呢,在很多国家看来,这是政府sponsor,了解吧,那么说同样的,那个,14年1月份,我们也被人攻击过,中国,我们中国有一个,我们中国也叫一个,蓝顿的一个大的项目,叫什么呢?叫,他叫Great Wall的项目,他把中国的这个,这个所有的这个互联网数据都绑在他的这个大墙内,叫大墙,叫长城嘛, 但是,2014年1月的时候,还是被人要给hack了,hack的他是DNS server,大家都DNS吧,就是你的网络地址,跟你的实名的一个埋评的一个server,他会,他会distribute,就是direct你到你合适的访问资源, 我们的根资源在美国被hack了,那么说在我们整个中国,三个多小时内,DNS的域名不能访问,这是很大的一个事件,因为,那你说这个是,然后他把我,把我们这个re-direct到另外一个,就是反中国政府的一个网站上去,是吧? 所以这都是这个,我就说这都是国家级的战争,网络这个东西,而且是防不胜防,我告诉你,你任何一个系统都有漏洞,只要是你系统,哪有没有漏洞的系统,是不是? 所以说对我们来说,这是一个可持续的,永远走下去的一个战争,一直会走下去,而且关键是现在更复杂了,那时候我在那个煤炭,煤炭不行中心的时候,那时候是他网络处的副处长,我在0698年的时候,那个那时候英特网,才96年才真正的, 开始吗?98年的时候我们也,各个部委都build了他自己的网站,是不是?然后对方,然后那个向上公布,然后我们在98年的时候被攻击,其实那时候我们没有什么防护,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只有proxy server,大家有这个概念是只有代理服务器,没有任何防火枪,所以大概有六个部委全部被攻击,整个那个是一个骷髅头,把我们的网站就给封了,就给杀掉了,是吧?所以说你想,那时候我们是没有任何防护的,但是那时候攻击对我们损失,就是我们的reputation, 是不是?我们就会来恢复它,但现在的,现在这样的攻击就是钱,就是利益,就是你的那个那个,就是巨大的损失,所以说那个安全是极端重要的,你看现在那个这个叫internet of things,就是一个大的互联,任何都互联在一起,所以你的任何的这种malware,malware,这种malicious software,会不停的在流淌,在传播,知道吗? 所以它随时都可以攻击你,它可以隐藏潜伏,在合适的时候攻击你,所以说,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大的一个安全领域,云的安全,大数据的安全,各个方面都存在安全,mobile的安全,以前我们是有那个cable的,是不是?现在有mobile,所以说现在我们更方便了,我们的这个这个黑客,所以现在是我觉得在这个时代到来了, 那个我们产生的大数据,云集算,我去14年就在谈,这都是我们的机会,其实还有一个很大的机会,就是这个给黑客的机会,给那些malicious guy的机会,那种恶意的家伙们的机会,因为他可以盗取你任何的这个财产,这种tangible的财产,就是有形的无形的财产,所以说这就是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个,什么叫这个security,是吧? 那个当然了,那个这是一个战争嘛,这是一个真正的战争,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的战争,那他就带来了很多机会,这个机会一个是黑客的机会,还有那种是吧,黑客有很多很多机会,这里面有太多的黄金了,还有一个那就是反黑客的这种机会,一个是进攻,一个是防御,有时候我们需要进攻,是为了更好的防御,这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安全这样一个现状,是不是?而且很可怕,我觉得等会我们走进去会看到这个网络攻击有多么可怕, 你的核电站,你的那个电网的供电系统等等都可以被他攻击,都没有一个可以说百分之百安全的,但一旦攻击他产生的这种恶果将不可设想,所以说非常厉害,其实现在我还看到一个就是这个其实网络漏洞,其实我告诉你,哪个都有网络漏洞,我们都能看到,比如这个学校,他也有网络很大的网络漏洞,我们心里都知道,因为这个lab在我们这儿,我们心里, 但是黑客不至于去攻击你,为什么?没有价值,知道吧?你要真正攻击你是因为你有价值,你能得到利益,而且最大化的利益,是不是?才会攻击你,所以说,你像我们家庭的电脑都有很大的漏洞, 也被攻击过,你想想,我就在我看我周围,我最近被攻击过,是不是?然后你大家都有这种那种,就是那种Software,就那种ADware,就是那种你打开你的浏览器,就不停封这个窗口,不停的notification大声的喊叫,一个女的,是吧?说你已经被感染了,你赶快打这个电话,有这样的吧? 但我知道这是一个攻击,malicious attack,我没有去招惹他,但是他让我工作起来很困难,知道吧?他让我这个browser直接就定向道,就弹出这个恶意广告,恶意这样的一个软件,但是我还是被他攻击了,我一直没有动他,最后他还是把我的信用卡的信息全部抓走了,知道吧?那种木马呀,他通过他用其他的spoofing的一种方式,他把你的信息抓走了。 我是怎么发现的呢?因为我在付账单的时候,我很粗,但是我太太会去看我的账单,有一笔那个钱,很奇怪,大概四五十块钱,是到一个公司去了,所以我打电话去问,那个公司就是这样一个网站,弹出来的就这样一个信息,所以说那对我来说,因为及时的发现,几十块钱那个信用卡公司也会把他追回来,是吧? 但是有一点,他让我这个卡重新的就expare了,他要,就对于那个信用卡,CIBC的这个bank,他要重新依修一个信用卡给我,是不是? 但是我就说,你看这样的攻击,随时随时随刻都在,那我还是了解他的,还是被攻击了,还有一个你想想就是那个QQ,大家都了解QQ,我告诉你,是我听到的,就是我很接近的朋友,就有两个人被攻击,到用他们的名义,他们的朋友就损失了,一个就是我们的静,就是我们这样一个同学,大家都知道,他的一个朋友,他的身份被盗,然后他一个朋友大概三千块钱, 他说是吧,被骗走了,还有一个我一个朋友,他的朋友,他是江西的,损失更大,三万块钱,被骗了,就是就是盗用他的这个身份被骗了,所以说你看,你看到了吧,这个网络的安全是无时无在,我们随时都被在攻击,随时没有一次安全的,那我们看看吧,走下去看一看,我们今天会会卡一些什么东西,这个安全,这是一个体系了,因为我们是IT professional,其实我们讲的这些story是给大家讲,我想通过这个,给大家讲一下什么是, 我们的安全,什么是cyber security,是不是,他cover了哪些东西,你人家在进攻,我们不停地防守,我们怎么来防守,然后我们怎么去进攻,我们叫penetration的test,有时候我们要自己进攻自己,看看我们的防御能力到底怎么样,是不是,我们要那种渗透式的测试,我们也采用各种手段来进攻自己,对吧,看看能不能突破我们自己的防线,这都是我们在以后要想到的,所以说这是整个的security concept,包括他的一些技术, 我只给大家built一些概念,还有一个,我大概给大家介绍一下cloud,cloud的安全到底是怎么回事,对不对,他有什么样的concern,cloud的安全,还有big data,其实大家有这个概念就行了,big data,big data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安全的这种挑战,还有一个,这是一个安全,安全上面谈到的这些防患的东西,然后下面我们要谈一下,哦,安全来了,我们该怎么做,我们应该怎么来监控它,我们怎么来抓取, 事件,我们来监控我们的traffic,然后那个,然后发,这种攻击发生了,我们怎么怎么来弥补,对吧,我们来怎么recarry,等等等等,还有一个就是,我们看看机会吧,那个确实这个,我觉得这个安全的机会,我昨天再查了一下,以前也在查,安全的机会非常非常多,然后我列出来了,还真实的,你去查一下都是,查一下多伦多地区的,很多很多这样安全的机会,还有一个,安全这个东西,大家要给我们的其他的IT professional,他们的还真是不太一样, 你做安全跟那,跟你做那个consultant,做那个,比如那个application,做development,做based analyst,还真是不太一样,它那个体系, 容易跨入,大家容易step into,容易进去,对吧,而且这个体系需求量越来越大,但它的认知也很大,不是说做安全就很牛逼,它有很多安全,它也是基本上就是routine的一个job,是吧,相当一个运维啊,一个知识的那个job,那有的安全确实很高,你必须做高级的架构师啊,做高级的安全的consultant, 特别是在某些领域,你做特定的领域的这种安全的这种资深的这种技术源,身价非常非常高,是吧。 IT和那个cyber security,它现在大家都叫做cyber security,实际上,实际上谈到这个安全,其实上我告诉你就三个,安全就是三个三块,就三个pillow,它要三个pillow,哪三块呢?confidentiality,integrity,和那个availability, 一个就是你安全的私密,就是你数据的私密性,就是confidentiality,你私密吗?你让你的数据只能让授权的人来看到,是不是? 只能只能拥有这种数据的人,或被授权的人,才能看到他所要关注的数据,这就是他的confidentiality,那以前大家特别想调confidentiality,其实现在又加了一个privacy,就是它的私密,私密性就是privacy,privacy现在被提到很高的level上,很高很高的level上,因为什么呢?现在就是,是一个大互联的世界,所以你的privacy很容易被泄露, 其实我现在已经麻木了,我不再特别关注我的privacy了,我的这个mindset都changed了,因为我不可能完全hold得住,就是它这个后台的系统,包括都关联在一起了,包括linkedin,你必须你看,linkedin,youtube等等,只要我有公开的,我的身份和展示的地方,它都关联在一起去了, 这就是它后面私密性,原来也弱了,知道吧,那个还有一个intiquity,就是你数据的完整性,不能被篡改,这是很可怕的事情,是吧,你可以有的人可以抓紧你的数据,篡改它的内容,然后你比如到银行去,你提取了1000刀,是不是,有人篡改,他提起了1万刀,是不是,拿走了,所以说这种内容的完整性,是我们安全另外一个pillar,那最后一个availability,就是说,当我需要访问到我的服务, 和我的数据的时候,我能够应该能够被提高,提供这样的服务,是吧,所以等会大家看到,其实网络的攻击,都是针对这三个pillar来开始展开的,或者是他们的一个mix,或者就是compromise这样的一standard,这样吧,像这一部分是什么呢,这一部分实际上,我后来觉得现在这个已经不够了,现在这个私密性啊,包括完整性啊,包括那个availability啊,已经不够了,实际上有这么多东西,就是对我们的数据, 那个security有这么多东西,这边应该有私密性,有privacy,这是它的那个confidentiality,是不是,完之是它的integrity,然后是它的availability,那这里面应该authentification,就现在authentification,authentification非常重要,excise control,一定要,对吧,一定要让,不应该访问的人排斥在外,让访问的,访问他相关的数据服务的人,能够访问他的服务,还有一个,这是什么呢,non-reputation,就是说, 我干了我干的事情,就像做的事情,你不能否认做,这是叫个取证的问题,是吧,就要auditing啊,keep track啊,等等等等,还有一个就是auditing,auditing非常重要,auditing什么东西呢,就是看你到底做过什么,或者看你到底试图做什么,知道吧,就是auditing,就非常重要,所以通过这个大家就看到了,这就是我们的这个IT的安全,有时候,有时候从另外一个角度,大家有时候说三个A,三个A什么呢, 主要从访问控制来做的,一个是authentification,authentification什么,你是谁,authentification,你能做什么,还有一个auditing,你干过什么,知道吧,这个有时候,从你做安全的话,你会从不同的角度来看问题的,知道吧,所以说,那我们所有的那个安全,所有的他的那个,就是我们的策略呀,机制都是为了这个展开的,知道吧, 好了,这个我都已经给大家讲过了,其实这个confidential identity啊,privacy啊,等等它里面有很多机制,最关键的机制就是加密解密,加密解密的机制和一个Digital Certificate的机制,所以说这个我放在给大家有印象,加密解密,就是最简单的,就是有key来加密,有key来解密,有key来解密,但是它里面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机制了,就是它的算法也变化很多,对吧, 然后那个,比如现在的,以前叫Dice,CES的这个算法,那天我跟黄教授我们在讨论,这个他算法,比如啊,这个算法已经expare了,但是在90年代的时候,这个算法还很厉害,因为当时的计算能力啊,就它加密之后计算能力,要解开它,要数亿万年,知道吧,是解不开的, 但是到90年代末的时候,它这个算法被解开了,当时是5000台机制,然后大概花了一个月解开它了,到2014年的时候,就用现代的IT技术,只要一天半就把它解开了,知道吧,那是2004年,那你先到现在,我觉得在一分钟就能把它解开,所以说那它就,其实加密解密就是说,不是说你的加密我无解,是解开,就是你用你的key加密之后,我要花多长时间去解它,知道吗? 所以就是这样一个过程,那时候我在0203年的时候,我startup一个company,那时候我们做那个mobile上面的,就是那时候是加瓦手机,G2ME的开发的,那时候我们做我们的那个在线的那种服务,就是跟所有端联在一起,然后做实时的下棋的,当时那个公司related在,在以色列,它是一个叫,现在我不知道还有没有这样的公司,888888,Casino的这家公司,就是它是一种在线的Casino公司, 赌博,不能放在美国,也不能放在加拿大,知道吧,但是服务器可以放在以色列,因为是违法的,在这边,当时我们,它联系到我们,因为我们当时做的非常成功,我们在手机上面做那个大麻将,下,下blackjack,都是实时的,对吧,几个人都会打,但是呢,它想,能不能用手机上来实时的赌博, 就是那rollette,大家都知道rollette吗,就是那轮盘堵,你压住之后,哗就转起来堵,当时我们,其实做demo都非常好,我们当时还在那国台华,还上了他的报纸了,因为非常惊人,非常真实,在smartphone上面,然后那个,你用轮盘堵,马上就结果了,但是玩可以,知道吧,当时那家公司找到我们,我们跟他合作,当时就是加盟解密,没法解决,当时我们很头疼,开始,就是它这个smartphone啊,太弱了,当时, 我们32位的加密解密,需要,需要大概十几秒钟,算法,32位是绝对不安全的,到64位的时候,基本上就上分钟了,所以说,这是一个很大的banness,但是我们当时这个加密解密解决不了,知道吧,因为你所有的传输,你比如你在玩这个,都需要加密解密嘛,对吧,都需要认证,所以这个是我们很大的opportunity,当时上市掉了,当时那个blackberry,我们那时候,我们那旁边有个大的超市叫,叫Bashow,我去他那去, 那blackberry那个展台很火嘛,blackberry,那么大的家伙,我打开看,就能,我说就能干这点事情啊,但是你别说,blackberry那时候非常火,为什么,大家知道吗,安全,其实blackberry在那个时候就跨入到那个,那个办公应用了,你不信那时候,我在那边,在Rodgers那时候,我在上Michael,在到那边做consultant的,我看他们每人手一个blackberry, 上面发email呀,进行那个公司层面的那个meeting呀,为什么,安全,就很简单,那么大的家伙,就因为他解决了安全问题,他确实在一个时间内,大概北美有200多万,就那时候啊,有200多万台的blackberry在用,在安全,在那个工作场合在用,很厉害了,那时候,所以说,比如smartphone虽然非常棒,对不对,那个graphic漂亮得很,但是,我们跟那家公司的合作,一直解决不了安全问题, 所以说最后就不了了之了,那那时候,加密解密有两种方式,一个是那个,叫什么呢,asismatic,就一个平衡的,一个非平衡的加密,就是平衡加密,就是你两边的key是一样的,就像你们家,你锁了门,你用这个key锁了门,你用同样的key也能打开这个门,但有的不是这样的,你在你家用这个key锁了门,你要用另外一个key才能打开,它叫privatekey,那个publickey,非对称,非对称加密,对对对对,然后它是这样的,不一样的, 而且呢,在这里面我们还要强调一个,那你想你们家的这个key啊,这个key,你能打开你们家的门,但是,但是呢,Alan也能打开,我也能打开,是不是,我只要有这个key,所以说在这个,大家知道在这个上面,它有引进那个技术,叫那个digital certificate,它用certificate保证这个key,就是我该拥有的,了解吧,而不是这个key,我只要这个certificate有了这个key,我才能打开我们家的门,所以说它这里面有一大套的,这种安全性, 安全体制,那这个东西,就是加密解密,是我们在在那个,就是在security这个安全领域的很大的一块,有很多人就focus在这一块领域的,工作的,知道吧,所以说这个大家有个印象就行了,那现在的,我们现在新的这个加密解密,这是这是对称的,是非对称的,那现在这个解密,我看了一下,大概要10亿一年,就现在的技术,它用用英国,如果是用100,102422, 256的这种位数的加密的话,它需要11亿一年才能解开,就现在的技术,所以这样的加密解密就安全了,是不是,没有一个这样的环境,11亿一年去解开这样的,这个加密的,所以说基本上是这样的,那大家在这里面,大家只要有概念就行了,这里面有digital certificate,有digital signature,digital certificate就是我刚才给大家强调,就像你,你是,我是,比如我杨斌,我那个certificate,我要去到我们的这个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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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个加拿大的政府,他给我发一个drive license,我拿着这个drive license,然后给我的脸蛋,我才能去开这个车,是不是,人家能看到,我就是这个人,所以说,digital certificate就是证明你有了这个key,你还是应该,你还是这个key,应该用这个key的人,知道吧,他给你一个CA的,这样一个certificate,那么digital negative nature是什么东西呢,你的签名,就保证你数据的完整性,你的签名,你的签名, 你行,就这个数据是完整的,你签过名了,是不是,那你到另外一个拿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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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拿到你的这个package,再一看,哦,是你签的名,那这个说明这个数据没有人,就sale了,这个数据没有人创改过,像他这也是另外一个算法,它是一个叫hash的一个算法,叫二,叫什么hash,叫分四,离散的一个算法,他把你的签名打成碎片,加载到你整个的数据包里头,那他拿到你,到你,然后你接收到这个数据之后,他从这个再重新恢复, 他看这个是否会篡改了你的这个内容,所以这都是加密解密,私密的一个过程,知道吧,其实大家都用到过,你在网络上有https,有什么区别啊,大家,http是什么,https是什么,所以他就是一个有一个加密解密的过程,还有一个certific的过程,所以说你访问你的网站,你访问你的所有, 你比如series的网站,包括你的银行,等等等等,都是https,对不对,他要保证你是你,然后呢,你是你,还有你,你被认证了,然后你做,你能该做的事情,这都是那个https要做,好了,这个这个完整性,完整性是什么,完整性就是不要被篡改,啊,他里面最常用的算法叫hash,这种一个猫的算法叫md5,我都忘了,他有很多这样的算法,他会把你的这个, 这个数据打碎,然后呢,加入相应的hash,加入一些碎片,然后呢,在,在你算的这个数据的时候,他这样做了,在,在,在接收到数据之后,他通过这种算法重新恢复,他来看,啊,你的里面的,比如你的weight,你的那个check sum,等等,是否一致,还保证你的这个数据的存储和传输的完整性,啊, 还有这是availability,那么availability最主要的就是authorization,就大家防控制,所以到,到后面我们会看一下防控制,防控制是非常非常大的一块,特别是那个,在那个,现代,现在IT,特别是云计算,我,因为为什么防控制,我,我这边,在防控制上,我是绝对的专家,因为我的团队就在做这个事情,所以在这个方面,呃,特别是云计算环境下面, 非常非常复杂,它不是人,人跟人之间的,人跟系统之间的授权,在app跟app之间也存在的授权,知道吧,因为你,你想嘛,云计算是实现你这个app的无限的分布的,了解吗,app你可以把它模拟成一个人,他们之间都要communication,要communication,所以都需要有受,那个认证和授权的,非常复杂,是吧,这些term,这些term,大家,大家听说过吗,vulnerability,其实我们都会看到这些,这些term, 你的漏洞,就你,你,你,你只有有漏洞了,你才会被攻击,是不是,你没有漏洞,你没有弱点,怎么会被攻击,实际上这个万物,就世界上每个人,每件事,每个物质都有漏洞,都有漏洞,都有弱点,一定的,是吧,潜在的威胁,你有了漏洞,就有可能潜在的,潜在被攻击的点,对吧,个地方就threat,还有一个,怎么办呢, 你,我有漏洞,那就可能被潜在的攻击,我要干什么呢,防范,防范什么,就control,这种机制,我来防范你,还有一种叫做countermeasure,这种防范的机制,就是,这是一个term,是吧, 然后还有,这是一个term,就被利用和risk,等等等等,exploit,一个黑客一定是利用了你的漏洞,来攻击你的,是不是,一定是这样的,所以说他不可能去自己打个洞,那有洞,叫后门,是吧,也有这样的,所以他一定通过这种方式来攻击你,这是一种apt,大家现在很常用的一个term,你要做安全一定会经常用到的,为什么,apt是什么, the one is the persistent threat,它是一个什么呢,潜伏,就是,其实你想,我要想攻击你是吧,我可能,可能几个月之后才攻击你,我需要布局,我需要把我的所有的malware,这种恶性的软件,输送到你的系统里面,潜伏下来,散开攻击,是不是, 所以说这种,这是一种现在最实行的apt的这种方法,就是潜伏式攻击,我到你的系统中慢慢潜伏好,然后慢慢的来攻击你,对吧,就像间谍一样,就像我们看的潜伏那种方式,是不是,你防不胜防,那这种攻击方式很多,等会大家又看到各种攻击,最主要的抓取你的信息,还有一个它可以让你的系统大,对不对,它可以denial of service,让你系统不能提供服务,等等等等,所以说apt是一种非常,非常厉害的一种方式, 你不信你在那个save,就是si,就是那个security information以外的management,这个系统上,最讨厌的就是apt,它要不停的scan,来找到这种apt,但是呢,这种apt的这种,这种叫病毒,malware,我们叫这种恶性的软件,乘足不求,好了,这是一些攻击,大家可能有印象就行了,这是我们现在经常面临的一些攻击,威胁,攻击和防范, 其实基本上我们这是一个最重要的,一个是攻击就那么几大类,四大类,interception,就抓取你,我先听到抓取你不应该我知道的信息,你的信用卡信息,你的个人信息,对不对,来我盗取之后来牟利的,interception,这种方式,是吧,还有一种就是,我阻碍你的服务,interruption,我让你不能为你该提供的人提供服务,这是这种方式,我让你比如我恐怖袭击啊,就网络的恐怖袭击啊, 我让你的这个核电站出问题,我让你的整个电网出问题,然后整个的城市失去供电系统,对不对,所以你可以想象你在你的,你在那个未来的战争也是这样的,它可以让你整个的城市的管理系统瘫痪了,所以这就是一种interruption的一种攻击,还有一种篡改,篡改是很多的,对吧,我也是一种恐怖式的袭击,或者我篡改你的个人信息,我篡,篡改你相应的银行的信息,我来得到我的目的,那还有一种就是一些伪造一些信息,对不对, 这就是基本上我们现在攻击的这个这种几大块,那DOS,DDOS什么呢,就是刚才谈到的,denial of service,就是让你的系统瘫痪,我让你系统不能提供你相应的服务,其实我们国内有一个购票网站是吧,那个叫什么三什么什么,就是那个,你看那个上线,就是说到春节高峰的时候,十几分钟就瘫痪,十几分钟就瘫痪,实际上它不是被攻击了是吧,它是自己系统就被就瘫痪了,所以说那个叫denial of service, 或者是distributed denial of service,这种方式就是让你的系统瘫痪的,让你系统不能提供你相应提供的服务的,那最最最简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就拥堵你的系统,让你的系统,你系统有入口嘛,用数据来拥堵你的系统,最后让它堵塞你的系统,让它瘫痪掉,是吧,基本上这样,还有很多很多很多,你像我刚才谈到的那个DNS的那个,就是中国的DNS整个瘫痪掉,或者它把redirect到其他的网站上,实际上就是这样一种方式, 对不对,就是那个denial of service,就是让你不能提供正常的服务了,所以distributed,DDoS是distributed的,那就是说它是一种更加复杂的一种DOS的攻击了,它有多点实行攻击,那DOS是单点进行攻击的,这是什么呢,spoofing,监听,就是来抓取你个人信息的这种方式,还有呢,那你data loss,data loss,就很多很多了,其实那个我每天,其实我看了一个 data loss,这个是百分之七八十,是个人造成的,让你的那个数据丢失掉了,你用USB啊,等等等等,把数据拿走了,对吧,这个social engineer是什么,是人为的一种潜在的一种威胁,我们的inside,internal employee,是吧,它可以访问到我们的系统,抓取我们属相应的信息,来毁坏我们的系统,等等等等,或者打开我们系统的后门,让别的黑客客一进了,这在每个企业都是这样的,知道吧,那这个就是主要, 主要是有人参与的,一种social的,一种我们啊,这种人有一些相应的privilege,包括企业内部的一些员工的,参与的一些一些一些攻击,但是它这有可能是有益的和无益的,是吧,所以说我们每个企业都有很多code,那种asset,就是安全的,让大家来来注意这方面的事情,等等等等吧,这这些东西大家都知道,这个就是,也是篡改你的信息,那这个will是什么,威力呢,有的攻击是针对你老大攻击的,你这个 这个社会地位很高的人,他叫威力的这种攻击,这种攻击就像那个希拉里,最近不是她那个邮件事件吗,她让她的邮件代理到一个,不是被这个美国很刹字的一个网站上,就是没有被美国政府认证那个网站上,所以可能导致她的邮件系统的丢失,内容的泄露,对不对,所以说大家不是现在在竞选的时候,就以这个来攻击她,所以这就是一种威力的,如果要攻击她,就是威力,她是个大鲨鱼嘛,大鲸鱼嘛,所以攻击这样一个人,能产生巨大的 这个社会效应和这个巨大的经济损失等等等等,是吧,所以这个防范是什么呢,防范基本上就是一个防范,防范就是几个防范的方式了,一个最好的方式是阻止,我不让你进来,totally block你,还有一个,就是我延缓你的进攻,是不是,然后我设置很多障碍,虽然你要会进攻我,但是有很多很多障碍,还有一个我转向,我让你的,你的该进攻我,我让你进攻我,我让你进攻我,我让你进攻我, 你进攻到别的地方去了,这都是他的一种防范的策略,其实大家在这个,做这个,做这个安全的设计的时候,这些东西都会运动,还有一个呢, Tag发生了怎么办呢,我要削减它,对不对,然后呢,我就不想让它发生,所以我要检测它,给Tag它,发生之后,发生了之后呢,我要Record它,要恢复到我以前的系统,这就是基本上我们的,这个,这个,这个,就Defense,就是围绕这个展开的, 那个,这是一个,所以说我今天,那防范从几个层面,我大概,大家很快走一遍,从几个层面,我们会从网络的层面,等会让大家看,现在是从网络和communication的层面,这一部分呢,其实这一部分,就是那个,安全的领域很大,那这一部分呢,其实专门有一群人在做,包括呢,不同的路由器啊,不同的switch啊,不同的这个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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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网络环境啊,instructure啊,所以不同的人在做,实际上这是一个概念,大家有这种概念吗? 这种做IT的人都有,这种layer的概念,是不是?大家都知道七层协议,对不对?七层,就是我们其实以前说我们应用的七层,不是的,我们强调的七层是数据传输的七层,知道吗?你想,肯定那个,竟知道的七层协议,对不对?是数据传输的七层,绝对不是应用的七层,那这个方面是TCIP的角度来看的七层协议,那就是,呃, 这是你的应用的数据,然后在上面不停的打包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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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不对?要保证这种数据的可号的传输啊,就是这个,在所有的你的路由器,你的switch,你的等等等等,你的gateway,都是来满足它的数据的可号传输的,是不是? 这是一个四层的协议,但是我们大家看一下它跟七层协议怎么构造啊,这个,如果大家以前是对IT有印象的,这个是我们经常会看到的,七层协议,这是那个OSI的一个model,这是我们刚才看到的四层协议,是不是?它是这样一个mash的关系,那这个,大家其实这个,大家其实很多人搞不清楚,我当时在看这部分的时候,我当时在学这个,就是网络的时候,我很费劲儿,为什么?它确实跟我们的现实不太一样,你,它,它是分了七层, 然后有TCPIP啊,有那个可靠传输,非可靠传输,有check sum等等,有针头,有包围,所以那个,你就想想,一个系统的传输,它是通过数据传输的,那这个数据之间是不能打包的,是不是?然后呢,就打包的这种格式,这种标准,就是,就是协议,所以说它两个系统才能进行传输的,那这个,呃,这是这是物理层的一个传输了,那就我们最想象的,就是我们的这个,比如我们的网卡,我们的switch,我们的router,它的一个,一个这种物理方面的一个组成, 就是physical,那这个是什么呢?数据的传输,在这上面,就有它的router了,就有寻止的传输了,对不对?就有router了,就这个网段,它另外有一个网段的传输,那在这上面呢,这上面是什么呢?这是两个application之间的传输了,数据的传输,是不是?呃,那这上面是什么?这个是application之间的传输,那这个是什么呢?这个实际上就要安全了,保证你数据传输的这个可靠性,安全性,就是, 就是你要保,保证你的数据包的完整性,是不是?那在这个上面,是它为application提供的数据的不同的格式,叫presentation,那application上面就,你application上面的交,那个communication的,大家是可以互相看到了,你用telonite呀,ftp呀,对不对?ftp来进行文档的传输,这是一个三,七成的协议,所以说我们的网络,我们的那个安全,就是根据它来展开的,知道吗? 好了,我再给大家介绍这个概念吧,这个叫dmz,其实做网络方面的安全,我们最好的考虑是一个是监管,就是一个是阻隔,是吧?一个是扫描,一个是检测,还有一个最好就是隔离,这是最好的一个安全方式,就像我们网络完全的这个孤立起来,但是现在做不到,但是呢,我们可以最大化的来隔离。 那一个企业,单独卖的你什么样的企业,基本上都是有三个大的网框,一个企业一定有三个大的网框,一个是对外的,你的外部的e-commerce系统,你外部的这种poto系统,就它外部世界的一个大的环境,英特网,还有它内部有个网框叫dmz,dmz是什么呢?叫非均匀化的一个管理的区,那在这里面呢,是你很多企业的partner可以来访问这样的系统,就是我能,我能,我受认证, 你的,你是我的partner,我trust你,你可以在这个区里来访问我的里面的相应资源,这个企业一定会有的,因为一个企业里面就有大量的partner在那儿吧,因为你有,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,对应的一些,一些,一些实体,还是到这里面做访问的,那这个上面呢,那另外一个就企业的内网了,是不是? 那这些之间的隔离,都是通过防火墙隔离的,所以说大家以后在,如果是看到了安全呢,有三大块,这是企业的外部环境,这是企业的一个中间的环境,它也是你跟外部环境通过防火墙来隔离,但是它的安全程度不那么高,那么这是企业内部的一个环境,那它是要会被很好的保护起来的, 而且在企业内部也会有不同的网段,对吧,你有你的反弹,包括你的研发的网段,非常非常严格的,是吧,那个这是我看到,那时候我觉得那个华为啊,那时候我在那个到华为做项目,华为这种管理就非常的这个独特,啊,那个像我到他,到他,到他有的部门去,我那时候在上,到他做consulting,我的便携机什么都拿不进去的,就是它实际上是一个完全隔离的一个,一个一个,一个 网络环境,跟外界完全隔离,但是呢,就是我当时有点交往过正了,我不知道一个华为这样的企业为什么要做这样,这样的一个管理方式,是吧,因为现在的那个,其实现在的软件,那个真正的扣的一点钱都不值,不值钱的,扣的,因为现在什么样的技术都有,是吧,但是那时候华为是这样管理的,但是给我们带来很大的麻烦,就是我们去做,去做consulting的服务的嘛,那么那个我们的便携机都带不进去,所以说那我们很麻烦,对吧, 我都得用他的机子,而且我不能有任何USB,很麻烦的 他代码不值钱,那是华为的那农民意识,我觉得,代码真是不值钱,你看最近那个,你看美国那个,有一个员工也是,说是跟中国的那个那个卫生部,然后一块做相,然后他就是,就钓鱼执法嘛,美国人,不是,卫生部,然后他是在IBM的,说那个他可以,他可能在谈的时候可以说我可以, 我知道,因为IBM做这个项目,我知道他的sauce code,我知道他的解决方案,然后美国就钓鱼,就把他抓了,实际上在我看来就胡搞,真是胡搞,那个卫生部,国内的一个部委算什么呀,根本他就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一个,就没有这样的一个什么,足以能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,或者偷取他的这个copyright这样的能力,还有一个人,在一个企业里面,sauce code,一钱不值,对不对,sauce code,我没有必要拿出来,让你来分享,大量的人都可以编程, 关键是一个,我觉得现在IT是一个体制了,就是一个体,你的安全是一个体制,绝对是那种sauce code,一钱不值,这个是很值钱的,这是你的客户信息,但是他诉他的时候,是说他偷取了他的IBM的sauce code, IBM都不治可否的,都不理这件事的,但是那个美国的那个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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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人帮尼尔塔局来把他抓起来了,是吧,这是一个case,但所以说我也给我们一个警醒吧,即使现在我们做IT都知道那种sauce code,一钱不值,我肯定认为他没有犯法,因为IDR是不可能被保护的,就我脑,脑海里的东西不可能被保护的,对吧,那个,那种sauce code更没有价值了,但是他, 你就是把他的机器放进去第二个月,就没有啊,发进去,说没错,你像那个,其实有很多是一种阻碍,就是一样吓你的一种测试,你,你比如那个微软的,他很多的那个wander在外面,因为他要把系统包出去嘛,那我们到wander去访问的时候,他们那个那个安全措施极其的严格,非常严格,要那个专门那个区域是划分出来的,上面有这个摄像头来监管你,是不是,然后你的门径啊等等等等,非常严格, 实际上更多的是对员工的一种组合吧,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给你build的一种非常强的安全的意识,告诉你这边,我的什么东西都不是,都是不能被泄露的,对吧,那个,那这,这是一种一种方式,真正的黑客不是通过这方式来偷你的,这种东西,黑客不会去,是吧,那个physical的潜入到你的这个环境里面去偷你的东西,所以那个,呃,现在是新的一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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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入侵了吧,那这个就是一个,我就不再多谈了,就是一些呃,网络上面的东西,我会放在那里面, 放在那里,给大家keep一个完整性,那基本上一个呃,网络的一个保护,一个隔离,一个呢,隔离,isolate,block,阻隔,然后呢,scat,detect,对不对,然后那个,基本上就是这样,然后呢,我再把它分成不同的网段,来进行不同的这种权限的授权和管理,然后呢,传输是要加密解密的, 他说,你说在,在下面一层,它提供了很多这种安全的机制,是吧,IP那个side,包括对它传输的加密解密都可以,所以在这里面大家要知道,log,实际上你会发现,刚才麦特,你在哪一个层,log,log,所以说log file,里面log,存储了你所有的相关的信息,log,啊,好了,这是我刚才给大家谈到的那个加密解密了,这个我刚才给大家说了很多,我就不再多说了,这个,这个,啊,这个,刚才给大家说了, 大家只是有一点,这是什么意思啊,这个是什么东西,这是一些,就是说专门是有这样,这样的一个词吧,就是大家来专门,你不是有那么多的算法吗,这样一群人专门来破解你的算法,但是这里面有好人,有坏人,是吧,好人是看看,来,来,来看看你有没有这个算法,有没有漏洞,我可以再尽快地破解,那么坏人,是他来破解你的算法,来,来进攻你,来,来得到他的利益的,所以说这个,大家去关注一下,那我刚才这个给大家讲过了, 这个算法,这个很厉害,这个非常非常厉害,因为我在,在微软,做了很多年了,就是基本上都在,有一个团队一直在做这个东西,这个算法,这个很厉害,那个,我那个,那时候,我们这个团队还最大,我这个团队30多人,美国一个对等的团队,一共大概是七八十人,外部大概,外部资源大概50多人来做这样一个产品,那这个产品开始是,就是防控制,防控制什么呢, 你的授权,你认证,就是这样的,你授权是什么呢,你roll based的,现在我们,你看那个SAM里面是roll based的,就是我是什么roll,然后我能做什么样的事情,那实际上那个防控控制又很,很复杂,很复杂,有很多种防控控制,那现在在那个云上面都是claim based,就是防控控制,知道吧,我,我生成我是谁,然后呢,我的token,把我的这个个人的信息,就是我的authentification,然后我的token进行安全的打包,然后发给相应的组织, 他认证,然后我才能干我的,干我的事情,所以说在这里面有几个,一个identity,我是谁,我还,我是谁,我说我是谁,那我还得真的是我,是不是,我不能,Ilan不能冒充我,他说我是杨斌,他是Ilan,是吧,还有一个,证明你真的是你,还要,你能做什么,是不是,你能做什么,那就是authentification, 那知道你能做什么,那就让你去做了,这是authentification,是吧,这个,这个,这,基本上这个,这是一个token,在现在我们用的是curvers,这样一个token,大家等会看一个图就,就很好了,那这个,我跟黄教授,我们俩在探讨,黄教授,谈到,我为什么把它列出来,这个有点detail,但是我跟黄教授谈上,他都是ldev,现在实际上,就是,ldev是一个数据库,一个数据的结构, 了解吧,就是你是谁的时候,他需要存储的,他不是像我们关系数,关系数据那种按照table,让他们之间那种relationship存储的,他是那种director存储的方式,叫他是现在最标准的是ldev,那么,那么微软是采用的active directory这种存储的方式,他也是一种director,就是,他是director来存储的,这种一种存储的方式,那就说,我要证明我是谁的时候,我必须访问那个数据库,然后来match,然后他证明我是谁,所以这是来做的,然后他要,这种, 从policy-based的,现在我们都是claim-based的,那在这边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吧,那时候在微软,我们就做这个平台,那时候那个sdbommer,是微软的前,那个盖茨之后的第二个CEO,对吧,那后来现在是Cepia,是第三个CEO,印度人,对吧,那个你像一个,作为一个公司的人事变动,是非常security的,非常保密,一定是非常高的,特别是CEO的变动,是吧,但是实际上这个变动在之前的一个星期,我们就知道了,为什么呢,其实,其实, 其实黄教授知道,就是我们在这个LDAB,它有个根,它既然是个direction,它有根,它就是有一个根,然后有不停的目标结构,一般根是不变化的,了解吧,不能改它的根,那问题就是在于了,微软的CEO,微软的CEO,我们把它的根设成了那个我们direct的根,所以说当时遇到一个很大的麻烦了,就是在系统里面,CETIA要成为CEO了,那这个根,你不能通过系统来自动的更改它, 知道吧,这是我们其中的一个没有考虑的,算是一个wakiness吧,后来我们的团队花了三天的时间,来解决这个事情,因为CETIA到CEO的位置上,整个的一个direction全部会影响,了解吧,因为微软的只有10万人呢,一个大的企业,所以那我们就知道,在这个其实在它宣布的一周之前,我们就知道了,知道它就是CEO了,所以说我就给大家做这一个,一个一个例子,就说是安全安全啊, 其实在你的公司的层层面面,是不是,这个就是一个很简单,大家有印象就叫token,在这里面有一个token,这是你的存储你的身份的信息,它要产生一个可认证token,然后这个token它是认同的,对吧,然后它认同了你的token,然后认证了你的信息,然后你就可以到这个系统里面做你想做的事情,这就是一个我们claim-based的一个model,现在云环境 全是claim-based的,全是claim-based,而且那个我们最头疼的,这非常麻烦,因为那个我们随便的在云环境下的一个认证,比如你Sharpound的,你产生了一个app,它需要跟你的CM打交道,它需要跟你的Azure平台打交道,在云环境下,我们的开发全是app这种model,就是app,app你就可以把它相当一个个体,它是一个完整的application,那app跟app之间的交流,全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做的,这个app拿着它的那个token,然后把这个token算给这个app,这个app要认证它, 所以说你可以想像在云环境下,就无线的分布这个环境下,这个认证有多么麻烦,多么复杂,而且认证有不同的体制和机构,你比如在这个,你在这个上面,当时我们谈到的叫STS,这样一个体制,是在微软环境下,但是它都认了,它整个它的这个环境下,它都授权认证的,但是你可以想像Google,还有另外一个体制,你可以想像MZone,是吧,所以他们有不同的STS的一个体制,就叫secure token service, 它这样体制,所以他们之间还有一个更高的一个组织,那需要认证他们的东西,所以说很复杂,那这个是一个最简单,一个clean-based access control,那这个就是一个Memoware,我当然给大家讲过了,就这么多的东西,Warm,大家以前会用的多一些,那时候,九几年我在北京的时候,那时候,那时候安全并不并,挑战并不大,那时候,我们都知道那个根深蒂固的印象,DOTEXE,才会被可执行文件,才会被感染病毒,对吗? 现在已经没有了,这个概念偷偷搞了,什么都可以感染病毒,那时候是只有可执行文件才感染病毒,病毒五花八门,这么多东西,这么多东西,是吧,包括你的炸弹等等等等等等,这个木码大家都知道,还抓寻你的个人信息了,是吧,这是广告病毒,那这个是什么呢,结果这是一个,我给大家介绍一下,这是什么呢,这是把你绑架了,把你的信息绑架,它加密解密了,它加密了,然后给你要钱,是吧, 它hack了你的信息,它把你的数据,经过那个抓寻,经过那个加密的这种控制,然后呢,它来给你要赎金的,这是另外一种新的一种方式,好了,那个我们再快点了,我这个给大家只是一个概念,我们刚才谈到了那么多的那个防范措施啊,一个个那么多的防范, 其实就跟,就是刚才那七层的,每一层都有相应的很完整的防范措施,这个大家要知道,Security information in one management,这个 这个,呃,是你用来监管,然后monitor,你的整个的这个安全环境的,是这个东西,这个东西有不同的这种解决方案,等等等等呀,什么 其实这些东西就是抓取你的信息,抓取你的log的信息,来对进行,进行分类啊,然后分析啊,然后包括瑞斯克的一个,一个analysis呀,最后,最后展示出来,然后alert你,然后让你take an action, 了解吧,就做这个事情呢,我就不详细的就讲了,啊,这个为什么我列的,其实很多,我们那个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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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安全的很多职位是跟他展开的,从这展开的,而且很多的那个,啊,Security analysis, analyst,都是在这里面做工作的,知道吧,那这个,这个现在很完整了,现在唯一它的挑战是大数据来了,就这个,就这个,就这个Security information in one management,它大数据了,因为它后面要处理大量的数据,知道吧,所以大数据时代,很多产品,现在, 在努力把,比如Data Lake,划分到它的管辖范围内,但是大数据里面,带来了,带来了太多太多的这种,这种不确定性,人们还在探索它,怎么来保证大数据的安全,所以它这个里面跟大数据借口,很多公司都说,哦,我有大数据借口,实际上不是这样的,就这个,这是它现在一个挑战,但是传统上它是非常健全了,就传统上刚才我们大数据之外的,它非常健全,大家记得这词,Security information in one management, 就是相当一个监管平台,你的前端,然后risk management,我也不再多讲了,因为我为什么列在这儿呢,其实你去看银行,特别黄教授,你们那里银行,很多是risk management,很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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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每个行业都有这样的risk management,它是一套体系,对吧,我们看到那个IT就是,就是呢,这种可能性导致你的disruption, 啊,multification,distraction,等等等等,所以说那个,啊,你不信你看大数据的应用,risk management的应用很广,很多是在做做这样的分析的,有一种惯,像那天我听听看的是,它说,哦,大数据来了,给我们安全带来很大的威胁和挑战,那么怎么做,我们能不能用大数据来,来建议我们的这种安全体制呢,对不对,实际上这个很难很难,就是说在大数据里面的,在那个,就是 就是大数据里面对安全信息的分析,现在非常难,安全信息是最大的数据园,这个代表一个东西就是cover的方式,这个公司的方式,但是它cover的某个部分,或者是某个区域,就是说它有更多,但是也有包括在,对它数据安全的方式,对,你想那个,在微软比较将近500人,实时的,其中24小时的来,来做这种,就是来做这个,包括安全啊,包括 包括那个SIM,等等的,一个,包括它的SOC,在实时的,同时有500多人在做,你想,而且它这个像SOC,就Security,而不是人三的,它很多还是外包出去了,懂得吗,还有很多弯都在做,就它的full-time employee,就有这么多人在做,所以这个体系非常,非常大,那么那么,那么,那么Risk Management是它最,最重要的一关,Risk Management最主要的出发点是什么呢,防患于未然的,就Risk,我们尽量不让它发生,最好能发现它,能找到 Matication的Plan,是不是,解救的方案,然后呢,解救方案,我下面分了几,一个是我们要避免的,Risk Awareness,要避免的,是不是,我们发现了Risk,你才能避免它吗,你没有Risk的意,那个意,这个意识怎么能避免它,还有一个,Risk Acceptance,有的Risk Acceptance,有的Risk我们权衡了,我这个就花费太大,我们是不是能可接受了,就,我们就认了,是不是,发生了,我们就认了,我们再去,再去Cover了,还有一个就是那个,Risk怎么来消减,Matication,是吧, 最后,然后Risk Transfer,然后那个,我们这儿有Risk,我们Transfer给我们Custom得了,是吧,就是我们银行有这样的一个漏洞在那儿,但是我们要Fix吗,会Fix发太多的经历,那就让我们Custom来承担了,还有一个,还有很多很多情况,我们知道Risk在那儿,Risk在那儿,我们也认了,就是永远在那儿,对吧, 对,没错,这是那个,黄教授就说,这个是Engineer人,这个我在上面没有提,那个Engineer人,其实我告诉你,Engineer人的损失很大,就是Engineer level的安全不够,一个是我在,那时候我在微软有一个叫Mari的一个黑人,做的位置很高了,有VP,小辫子,然后我才加入微软给他做弯弯嘛, 我们俩谈得很好,他那个,不够了半个小时,谈了一个多小时,那个人我对他印象很好,为什么要说这个呢,他黑人,你知道吧,小辫子,位置很高,做的位置很高,他谈了,我们谈了一个多小时,他说我偷了他的时间,因为我们谈得很高兴嘛,是吧,但是就那不,最后不久发现人家大事,因为微软是什么呢,卖license,经济软件都是卖license的,结果他下面的一个团队,下面的一个团队,那个出问题了,让微软那个license呀,损失了一千多万, 你知道吧,那我说这个,这个问题是什么原因造成的,是他的engineering不过关,他有bug在那了,这个是engineering导致的一种,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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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种threat,threat,这种attack,是吧,很多很多,所以说那个,我在,我在给大家打个比方,大家对这个有多care,那时候,那个,那个安全平台,我们那时候做那个迁移, 那时候是五,呃,七千万的,七千亿的,这个reving在上面跑一年,我们第一个release千亿,我那时候在西雅图,因为要千亿是很大的一件事情,那时候下午的西雅图,下午的下午三点多,千亿了,高兴的成功了,然后那个团队对应的美国,那个GM,找我们俩这个hive,hive呀,高兴的很,知道吧,因为千亿成功了, 但是就在他那边快下班的时候,六点多的时候,出事了,我们那个系统出事了,哎呦,那个当时很紧张啊,你知道那个很紧张啊,我们上面的VP,马上就得告诉他了,因为那个,因为什么呢,这个是一个migration的项目,知道吧,上面直接跑的是真的这个transaction,了解吧,所以说直接的就是影响了你的money,所以很可怕,那个时候,但是我们很快fix了,大概半个多小时,然后那个北京有wallroom吧,就暂时的, 这个房间,有很多人就是在上线的时候要支持的,fix了,但是当时那个最后,我们还还是要最有责任,还是要最有责任,是吧,那个其实是我们里面北京的一个同事,里面的一个bug,很小的一个bug,到时候,他怎么来做呢,你说最终真是要开掉了,是要开了,那个我是非常care的,我说肯定不能开了,最后,但是有一个总的要有人来顶啊,后来我们有一个wonder,是国内一下wonder,我们关系很好,是吧,还没有办法, 他在上面有八个人呢,在这个项目上,对吧,你知道,那只有他们全部走,没有办法,了解吧,那总就是这种事情,我就说从engineer的角度,这种事情发生了很serious,很serious,所以说那我们折衷办法就是他们全部走,就这还不行,我们还有license learn,还有license learn,知道吗,然后呢,就是还要再追究, 那最后我们这边,就是license learn,但是不可能是具体某个员工的问题,你做一个项目的交互,从你的项目,project manager,从在上面的我们叫unit,base unit,叫pam,叫pam,它是怎么说呢,叫pam,就是那个base unit manager,所以管理整个那个产品间,都得担我们这样的责任,那我们license learn,我就列了所有的东西了,然后钱发给他们,然后美国人看了之后, 他觉得因为每个人都在上岛,你不能可能把这个员工开掉,后来他说你不能这样做,那我说好啊,我让我下面他们来,我说你让他删掉,把他删掉,但是那个删的标记在哪,就划线,这个事情最后不了了之了,因为这个是会牵着更多的人,但是对我是有伤害的,你知道吧,但是我非常care我们的同事,对吧,你不能因为这个事情把它开掉吧,对不对,所以这是一个故事,像黄教授提起来就是engineer的这种危险是很大的, 其实在,所以在在在你在一个大真正的项目里面,你要互相的review你的code,是不是,你要各种的test,包括penetration test,包括你的那个requisition test等等,都是要做的,所以这个每个企业,特别是那种非常那种顶级的企业,是有严格的这种管理的流程来来负责他,知道吧。 这是一个,我跳过去了,大家有放在那儿,放在那儿,有印象就行了,包括risk的management等等等等等等,他有他行为, 相应的管理的一个方式,这上面工作很多,工作很多,risk management,其实他并不难,你看到了,他这个业务流程并不难,所以说这个,这方面其实有很多安全领域,大家很容易切入的。 好了,云,我们再花个十五分钟结束,云,云的安全,云,云这个东西,云安全是最大的问题,我告诉你,云这个环境, 你现在的所有的安全的问题,云上面都有,而且云还有自己的安全问题,一定是这样的,所以这个做,其实做一个,就是做一个云的共鸣商并不容易,那天我,那天我再又查了一下,这个,你比如这个 Microsoft,有多少,这个,他要做多少事情, 他要太多的compliance了,大家了解compliance吗?就是每个政府都有regulation,不停的regulation,你都要compliance,你都要follow它,你要follow它的标准,这里面有那个,你比如那个SaaS,就是关键你那个,这个财务信息不能泄露的, 还有那个HIPPAA,是吧,HAPPY,它就是你的那个信用卡信息不能泄露的,还有很多,还有那个美国的很用联邦的云的这种,这种各种,这种,这种regulation,其实作为一个云的供应商,那个你都,你都,你都需要follow它的,知道吧,都需要follow它,所以说非常非常复杂,你要把,你要把,你要在中国想上云平台,你看看中国的那个,那个Great Wall的,它那个regulation,你必须满,百分之满,满足它,而且你满足它, 你还要audit,你还要keep audit,你知道吗,你所有的信息都得在那,你要随时准复于让它audit,在它audit之前,你自己先audit,知道吧,所以说这个,所以说云的这个安全啊,是更复杂的一个安全,就像我刚才谈到的那个SaaS management,你像我最了解,就是一个APP,现在都是APP开发model,它这种,它这种分布是无限时分布,它,你像我作为开发者,我可以把我的这个APP部署在这个,比如纽约的Data Sander,我也可以部署在这个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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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西雅图Data Sander,那现在美国跟欧洲,它签署了一个safe的一个协议,就是大家在某些数据是可以共享的,它可以放在欧洲的Data Sander,你可以 transparent,你不用care,它部署在哪,你也可以选择你放部署在哪,所以它们之间的所有的公共交流,全是需要,需要认证的,所以非常麻烦,那数据在哪存储啊, 怎么访问呢,它的,它的私密性怎么样啊,然后呢,这是服务方面的了,然后那个,等等等等等等,这种,这种,这种,你是否它符合那个所有的那个规则呀,就是我们的那个,那个,那个,gradulation啊,怎么来audit它等等,它是否能SLA,这都是云上,其实云上最大的一个问题是privacy,就是privacy,你会发现,其实最近发现了好多次那个泄露,包括那个Google的泄露,很多明星,很多那个,很多那个, 那个好莱坞的明星的裸照,是不是,满天飞,呃,还有Amazon,最近大,大规模的那个那个,那个云,云上面的信息的泄露,所以云,云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新的安全的问题,非常非常大的安全的问题,它内部刚才都是claim based的这种access control,但是呢,你要是跨云呢,因为很多东西是需要跨云端的,很多东西是需要跨云端的,所以这种这种东西,给我们带了新的regulation,然后那很多那个新的云的安全的机制,然后呢,以及, 还有相应的法律要跨着它,所以就是都是云给我们带来的,看到了吧,然后这是云上面的,我在这个上面查了啊,就这个组织cloud security compliance的这样的一个,12个云的threats,基本上你看看它很多很多,我们刚才谈到的,有的它都在哪儿,没有的它也在哪儿,它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安全的这种,这种 vulnerability,这云计算,啊,大家去看一下,我这不再说了,呃,这是microsoft的云,因为我的 我对microsoft的云非常了解,所以我把它总结出来,放一页在这儿,这是microsoft的云,是吧,microsoft的云,三个层面的云,但是挨着这个云平台,只是platform,platform and service,infrastructure and service,是吧,然后这是,哦,这个HIPAA,这是它的一个,啊,这是什么的协议呢,啊,这是它那个医疗的,就是你的医疗信息的,不能泄露的一个regulation,美国定制的,知道吧,这是你的那个credit card的相关的信息,你的那个信用卡的相关信息不能被泄,这是你的那个财务信息等等等等, 这些,像我告诉你,有上百个,有七八十个,有几十个,这样的一个,这样的这种国家制定的regulation,你都要compline的,你都要compline的,要不然你不可能让你提供相应的云的服务的,知道吧,不可能的,然后这都,这就是刚才,比如刚才黄教授提到了,在这上面,微软也强调,哦,我的那个,我的开发模式非常安全,就像刚才我提到的那个license那种事情不应该发生的,因为我有严格的security development life cycle,就是它力量的, 内部的一个engineer的一个model,知道吧,来,来,把它的开发的产品做到最好,这是它提供的东西,然后这是它很多很多的协议,我们不管了,ID啊,你在,你在,你在看安全,在云,你要谈到云,平台一定会有那个authentification authorization,因为这个你根本云无法提供服务的,一定会有的,一定会有,而且这个越来越复杂,越来越复杂,这个是什么东西,我给大家看一下,这个,这个你就叫,叫,叫Microsoft的,Microsoft的, Azure的trust center,这就是,大家其实要是想了解呢,到这里面,你看,这是它的trust center,你就看它,基本上,它这里面,它就会,它会让你trust它嘛,所以它提供了,你看看,我是多么标准的,然后在里面,我都做了哪些的那个components啊,我都做了哪些事情啊,这,这就是它的一个trust center,然后它这里面,我刚才谈到了SME,就SAVE,它这里面也提供了,它叫security center,它提供了你所有的那个visibility,对整个就是你的事件啊,整个监控啊,risk等等, 等等,它都给你展示出来,知道吧,big data,这个东西,呃,很重要,那个,我觉得big data是一个最大的,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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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安全的一个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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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vulnerability的一个地方,所以我们都做big data,我最了解,我了解它,它到底有多大的困难,因为你想啊,呃,其实你看,上次那个讲边来讲,那IBC的,它那个data lake,现在的,现在big data,它还是,它能把它厚在自己的体制内,是吧,然后呢,随着这个big data的数据源越来越多, 因为它都要从各地方抓住数据,你可以想想它ATP那种方式,越来越多的种,呃,这种,呃,这种,这种,这种,会,会被,呃,潜伏到它的系统里面,还有,其实big data最关键,最关键,而且big data它就复杂嘛,它是cluster,是吧,它提的都是cluster,然后它要search,大量的数据,所以说,对big data有个最大的要求,加密解密,就在你做search的时候,要加密解密,然后你class的之间的交互沟通,都是要加密解密,那个,我们在那个,在微软的时候,我们有个大数据平台,那时候我们在做,就是我们谈到了,就是它的 它的audit团队,那时候的,那时候在几年之前的那时候大数据的平台,还没有加密解密,甚至没有防控制,懂得吧,所以你可以在你企业里面来做,但是你可以想,你要把它作为一个大的,更大的企业,不同的部门之间,你需要isolate他们的这种防控权限,都很难做到,所以当我们开始做这个POC给人家做的时候,那个auditing那个团队是拒绝使用我们的系统的,因为我们没有这个整个的这个防控控制这个系统,但现在慢慢都介绍进来了,对吧,实际上,还有很多很多的挑战,因为, 上次那个讲评讲那个big data那个truth有几十个,有不同层面的truth,它那个这种truth,而且安全,他们是open source,根本没有一个统一的安全,其实非常麻烦,然后所以说,我们可以想在你的big data,现在方形为爱才开始起来,但是在一个走在前面,像RBC走在前面的data lake,所以它的安全是首先要考虑的,要不会产生巨大的隐贯的,对不对,刚才我们谈到那种,那种各种的病毒,会, 各种的这种malware这种软件会长期潜伏,要长期巨大的隐坏,而且big data里面信息最全的,虽然它那个低密度,但是它真是信息最全的,所以说,对,所以说现在你可以想要黑客最最兴奋的是什么,几大点,我要做黑客,我想去到那个外面去捞金,对不对,那银行在那儿,我不能去抢,对吗, 像那个黄教授刚刚那个说,还有一个ownership的一个分离,对吧,你很多很多你那个数据,比如我是数据的拥有者和你数据的那个分析者,是完全分离的,有不用的权限,包括那个masking也是一种机制,就是让你,我虽然hold你的数据,你天天数据都在我这儿,但是我永远看不到,其实这个,这个在那个云平台也是一样的,其实我是一个云平台的那个sicle server的一个管理者,但是我被,我看不到你的相关的数据, 你想那个我要是黑客,我要是现在那个,我太高兴了,这个世界给我太多机会,云计算就在那儿,任何云片那么多云平台,然后那个大数据都在搞大数据,然后数据的数据员乱七八糟,什么都有,对不对,大数据有几个,有几大块,其实就是integrity很重要,大家知道,其实很多在篡改,就是这种大数据,你不是不停的抓去抓去抓去,很多人,我也产生相应的很多的大数据,真正injection到你的系统里面,我偷偷地篡改你的信息,对不对, 我一个是抓去你的有价值信息,我篡改你的信息,这都是现在大数据非常大的挑战,因为它数据很大,你没法去detect它,你不好去发现它,所以说很多很多的挑战,所以说那个云,这个安全真正要上去了,大数据的运用才能真正的推广开,对吧,包括像有些masking,那都是最基本的,就是它分开,你比如我是data的owner,我可以看到,你对它的存储者,运算者都看不到,你对它的分析则只能看到相应的data,对吧,这都是它分开,你比如我是data的owner,我可以看到,你对它的存储者,运算者都看不到,你对它的分析则只能看到相应的data,对吧, 它很多这种防控制的机制,但是真正的大数据这个整个的安全体制要跟上来,因为它现在太多的tool了,太多的工具,太多的eco system了,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大数据的安全,现在是大家是最最需要考虑的一个领域,就大数据的安全,而且大数据安全还跟云,云跟大数据绑在一起吧,所以说这两个体系要放在一起,而且国家跟国家都不一样,国家跟国家之间对数据的这个regulation都不一样,所以很麻烦,很麻烦,而且, 那个国家跟国家数据是不共享的很多,你像中国的数据绝对不出国门了,然后美国也要求它的数据不出国门一样的,然后欧洲甚至以前就是,而且有的数据只能放在某些区域,就是说数据里面有大量的regulation,所以这个方面不容易的,因为而且大数据很多企业会leverage云平台来做它的大数据的存储和那个运算的,所以说大数据的这种安全又跟云平台绑在一起,好了,soc给大家一个概念,soc,soc,security operation center, 这是做什么的,你刚才探索到了risk management,然后你有alert了,然后那个,对不对,你刚才那个same,然后又发现了那么多e修了,然后产生alert了,然后这是这是干什么的,采取行动的,所以说,刚才我谈到的500多人团队,就是soc,security operation center,和那个我们的same团队,然后这个里面很多是外包的,其实提升24小时很辛苦的,他们需要提升24小时来看各种那种alert,risk, 包括,而且还有大量的这种,所以我在里面一个是governance model,一个企业里面安全一定有它的governance model,governance是什么,还有一个它到底有什么样的regulation,然后包括有企业内部的regulation,企业内部的regulation你需要compliant,知道吧,企业内部为了,为了secure它自己的系统,它有很多regulation,特别微软太多了,对吧,一个员工进去首先的,那个orientation就是,就是安全, 然后那个regulation,然后包括国家层面的啊,州层面都有,还有auditing,auditing是很关键的,它就是来看,你试图想做什么,和你已经做了,就是auditing,所以说,那这个,那个soc是很大的一个体系,现在很多是让你去bill的一个体力的soc,因为现在云环境来了,然后那个大数据来了,而且集成的环境都来了,所以这个soc的这个越来越复杂了,它对这里面的员工的要求要非常高了,对吧,特别是高端的,要非常高,所以它是一个大的体系, 每个体系,每个体系,当然它有没有叫soc的,但是它都有这样的方向在这,就是risk发生该怎么办,啊,这是opportunity,然后那个,我,我,这是我才看的,我昨天看的,多伦多734个,啊,那个,你想想有多少个,risk,就是你就看risk analyst,security analyst,这么多,这么多机会,然后那个,这做什么的,这做什么的,其实这不是b,这不是business analyst的,就是security analyst,就是来看, 看你那个,分析你的这个risk,呀,然后弥补漏洞的呀,然后take action的呀,叫incident response,就发生了,怎么response,然后怎么避免它发生,对不对,然后怎么来削减它发生后的这个恶劣的影响,等等等等,那你刚才看,谈到了那么大的这个这个体系,所以说这个security analyst,它,它的这个,这个覆盖的范围蛮广的,它要,它的这个责任蛮重的,是吧,大家了解吧,就是security management, 什么,然后它说它,这职位高不高吗,我觉得它是属于正常的一个IT职位,我看了一下,我没有看出,看出它,得到相关的信息,我只是在美国一些省,看到多个百分之五百分之六,比同费等的这个IT职位,了解吧,specialist,specialist是来实施的,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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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就是来,来,来让我们团队怎么用通过技术的手段,那个regulation的手段,来让我们的企业更加safe的,了解吧,它是这个做这个的,engineer, 是做实施的,刚才谈到了same,刚才谈到了那种各种防火墙,各种加密解密,对不对,然后那种,包括soc,它怎么来实施它的,这种engineer,architect,architect是在一个企业的高度,来,take a look at整个企业的application system,安全的,所以这是它大概的一个系统,但是那个,你看这个specialist,628,这个职位是非常非常多的,这是一个,我觉得这现在是一个,是一个完全的蓝海, 不是红海,这个,其实安全的知识体系,看着很庞大,其实掌握起来并不复杂,我觉得,我觉得并不复杂,就是你到这个层面,并不复杂,但是你要达到真正那种engineer,你去开发安全的平台,你去开发same,你去开发整个soc的解决方案,这当然是有一个高度,但是你做一个security analyst,并不复杂,对吧,而且没有coding,一个coding都没有在里面,绝对没有code,是吧,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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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大家所喜欢的,就是不要code,但是有可能, 可能你要是做到soc里面,你可能要7分24小时工作,对吧,有可能是这样的,这是大家一个挑战,anyway,这是大家的选择,那个,